有一次张盈盈在她的群里面发了她在KTV唱歌的画面 那朋友就通知到了王小飞 那他们正在忍战来跑去唱歌 而且还跟其他男人开始有同步 一直打到外天外场来 这是两个人互打这样子 不止两个人 挺好 王小飞和张盈盈的故事也太精彩了 近日狗仔葛斯奇在某次采访中 大爆王小飞猛料 他透露称王小飞曾经在酒吧对张盈盈大胆出手 原因就是张盈盈背着她私自去酒吧喝酒 还和其他陌生男子亲亲吻我 所以王小飞在看到这些照片之后 立马就带这人冲往现场 并对张盈盈实施了暴力行为 没想到本身就对感情不忠诚的王小飞 但她自己遇到最终事情时也会变得怒火中烧 着实有些双标了 我们再克服一下 大家不要忘了 如果有任何的消息 不要马上丢给媒体 丢给狗仔 我们想办法联络到盈盈 所有人皆可举报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超好笑的 都能举报 天哪